美国和中国一旦开战,中国连一小时都坚持不了,到底是真是假呢? 近来西方媒体总有一些言论,在美国日益挑战我国的当下,他们认为一旦形势恶化,中美开战,中国连一小时都坚持不了。 诚然,美国这些年虽然在走下坡路,但实力仍然很强,是独一档的世界强国。 但是美国和中国开战,中国连一小时都坚持不了,就有些夸张了。 那么问题来了,这到底是真是假呢? 今天就让我们了解一下,观看的时候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哦,谢谢。 海湾战争让美国强大 二战结束后,凭借地理优势,外加较晚介入战争,美国一越成为西方国家的领头羊。 虽然后期苏联和美国争夺地表最强,但是美国凭借强大的实力,最终赢得了冷战的胜利。 苏联以解体的失败方式告终。 虽然现在的俄罗斯依然是世界强国,但和昔日的苏联无法相比。 自苏联解体后,美国就成了世界独一档的超级大国。 那么美国媒体叫嚣得,我国在美国强大攻势下连一小时都做不到,也算得上有底气。 基于摘取了二战的胜利果实,美国不管是经济还是科技上,都领先其他国家数十年。 而这些也都在后续发展中反补到了美国的军事上,从而让美国的军事显得非常强大。 最终也在实战中表现了出来。 1990年开始的海湾战争就是这样一个鲜明的例子。 1990年,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来联合国制裁,守联合国委托美国带领北约组成联合国军,展开了对伊拉克的正面进攻。 海湾战争爆发前的伊拉克,不管是经济还是军事,正值巅峰期,这也就是伊拉克敢正面硬钢联合国的原因。 当时伊拉克拥有一百一十五万人的陆军,分为八个集团,拥有一万两千多辆主战坦克,一万余门火炮,五百多架直升机,四百一十余部防空导弹发射架,以及上万枚导弹等。 这还不仅是伊拉克陆军的实力,它的空军更强,拥有一千三百余架作战飞机,其中七百余架作战飞机,不发先进的米格29和幻影F1。 由陆军和空军以及不起眼的海军组成的伊拉克军队,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。 当然了,这有吹嘘的成分,但也从另一个角度看来,伊拉克确实很强,要不然也不会在当时成为中东小霸王。 再加上它还是个资源大国,经济底蕴非常浓厚,根本不怕战争,更不怕持久战。 所以当联合国军在美国的带领下展开进攻前,伊拉克还是不屑一顾的。 但是战争一开打,所有人都傻眼了,美国使用F117A夜莺隐身战机,直接摧毁了伊拉克沿阵一带的防空阵地, 制空权彻底掌握在美军手中。 后续美军以及北约等国出动的战斗机,紧除伊拉克,辱入无人之地。 伊拉克本想借助强大的陆军托住美军,没想到却在各种反坦克,反装甲等武器的打击之下, 丢亏弃甲,可以说凭借科学技术带来的信息化作战的优势, 美国只用了数十天就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伊拉克,也让世人看到了全新的作战模式。 所以这次美国一些媒体人就觉得,我国虽然也很强,但是和美国开战就会变成第二个伊拉克。 事实上,美国已经不是1990年的美国,而中国也不会是1990年的伊拉克。 中国不是伊拉克。 事实上,我们已经和美国交过手了,那是新中国刚成立的次年,朝鲜半岛发生内战。 美国率领联合国军想要帮助韩国统一半岛,甚至把战火烧到了我国东北半岛的交界处。 对于我国的反对和警告声,美国置若晚闻,在我国宣布下场帮助朝鲜之后, 美国在半岛的司令麦克阿瑟更是叫嚣将在圣诞节之前完成作战任务。 但是结果呢,我们都知道了。 我国志愿军入朝之前,美国率领联合国军已经越过了三八线,甚至快要占领半岛全境了。 但是志愿军入朝后,凭借顽强的作战意识,高超的战略战术,志愿军不但帮助朝鲜收复了失地, 还把联合国军打到了三八线的南侧。 美国圣诞节收兵的大话最终变成了笑话,彼时的美国刚刚率领盟友赢得了二战,雄心勃勃, 结果却被志愿军打得满地找牙。 当然了,看到这里或许会有人说,美国已经不是二战刚结束的美国,而且朝鲜战争打得没有技术含量。 就拿海湾战争和朝鲜战争相比,伊拉克的兵力,武器装备都比志愿军强, 但是却被美国打败了,这一点是事实。 但是伊拉克败给美国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志愿军的作战意识, 甚至时至今日,我国解放军不但继承且发扬了志愿军的作战意识, 在武器装备上还要比伊拉克更胜一筹。 即便今日的美军实力比1990年的美军还要强, 想要一小时打败我们,无异于吃人说梦。 想要在一小时内打败我国,那么美国必然要像日本一样占领我国本土。 但是问题来了,美国不似日本和我国相隔很近, 可以借助朝鲜半岛为踏板,从东北进入我国。 当然了,如今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的盟友,依然可以学习日本, 而且南海的菲律宾也有美军的军事基地, 也可以从海上发起进攻。 但是不管从哪个方向进入,美国遇到的阻力都不会小。 如今在科学技术上,我国和美国有技术落差, 但也只存在较为精细的领域。 在进行信息化作战方面,纵然我们不如美国, 但是落差也不会很大,无非是第一和第二的区别。 简单的说,美国一旦动手,不管从哪个方面, 我们都会发现。 按照以往战争惯例,想要取得战争的主动权, 首先要拿下制空权。 那么防空系统方面,我们有先进的雷达、导弹, 美国纵然有B-2这等隐身轰炸机, 想要摧毁我们的防空阵地,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 那么空战方面,美国不会像进攻伊拉克那样, 具有碾压般的优势。 反光我们是本土作战,有着绝对的优势, 可以使用导弹一波打掉第一岛链上所有美军基地。 第一波打击中,美国只有航母可以凭借机动优势快速逃离。 美国想要一小时打败我们,是非常困难的。 中美实力对比 光说理论或者理由,很难让大家明白, 美国想打赢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 那我们就从兵力和武器装备的角度来对比一下。 首先是兵力方面, 我国拥有现役军队200多万人, 其中陆军人数最多约90万人, 美国现役军队约130万人, 各兵种人数都差不多, 其中陆军稍微多一些, 海军陆战队人数较少。 那么在陆海空三军对比中, 中国陆军凭借多年作战经验, 如果说是第二,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敢称作第一。 更何况我们还有本土作战的优势, 虽然美国陆军可以凭借装备弥补一下双方的差距, 但是在本土作战上, 美国陆军将不是我国陆军的对手。 双方空军对比也是如此, 如今双方空军所使用的武器装备, 基本没有较大的差距, 唯有美国空军使用的战略轰炸机, 对于我们来说属于劣势, 但在战斗机上, 我们有歼20, 不管是作战性能还是综合实力, 歼20和F-35相比, 不说完胜也有技术优势。 再加上本土作战, 空军得到的支持就和陆军一样, 要比远道而来的美国空军强大。 可以说面对我国, 美国能够拿得出手的军种只有海军了。 目前美国拥有11个航母战斗编队, 实力非常强大, 而我国只有三艘, 其中一艘正在海市, 但是由于不需要出海作战, 对航母的看重并没有那么重要。 而且我国拥有055万吨大驱, 它以强大的火力优势, 号称航母杀手。 目前我国有8艘055大驱, 而且055的生产线非常成熟, 能够完成战士暴兵。 那时候加大马力生产更多艘后, 即便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再多, 在055大驱全力攻击之下, 也只有沉没大海的结局。 除了海陆空三军外, 我们还有实力更加强大的火箭军。 火箭军号称东风快递, 使命必打, 拥有对全球任意目标, 进行精确打击的能力。 在火箭军面前, 别说美国的航母了, 就连美国本土也可以做到精确打击。 虽然美国的军费非常高, 研发了非常多的先进科技, 但是我们的实力也不弱, 每年投入的军费也是领先许多国家的存在。 而且我国还有海量人口, 兵力补充也比美国更有优势。 简单的说, 在如今的中国,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不动用核武的前提下, 可以用一个小时打败我们。 美国媒体这样的说法, 还是沉浸在过去的幻想中难以自拔。 虽说核武器可以帮助美国完成梦想, 但是别忘了, 核武我们手里也有, 虽然没有美国多, 但是足够帮助美国重启了。 直白地说, 在西太平洋海域,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打败中国, 美国也不行。 对此, 你怎么看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, 谢谢。 谢谢。